大家早上好呀,美好的一天开始了,乌龟买回来半个月没换过水了,水都变成绿豆汤了,看看它们状态怎么样了,咦,怎么就剩两只了,一共四只大的两只小的。 这个状态还可以,没什么问题,这个也正常,还有两个呢,跑哪里去了,这两个小的还在,一共六个不见了两个,这么高的盆它们也能跑出去吗,真是厉害了,找找看跑哪里去了,好好的家不待着,非得出去浪。 看看这里有没有,好像没有,这可让我有点难堪了,网友们能不能帮我一起找找,都看到这里了,别划走呀,看看这里,有木有,这么大的太阳还在找柜,真的太难了,应该不会在这里,难道从这下水管道下去了吗,我看看,太小了好像它钻不进去。 难道从这爬上去了吗,三个砖的高度应该爬不上去,看看鱼缸底下有木有,加快一点速度找,真的急死个人了,这么小的地方能跑哪去了,都没有找到。 网友们帮看看下面有木有,太低了,我都趴着看都看不到。 在哪呢,快点出来呀。 我把手机放低点,你们帮看一下这里有木有,实在看不到,底下先把这个扳开。 这个是什么鬼,吓我一跳,它身上的花纹好漂亮呀,要不要捉起来养着呢,先不管它了,把我的乌龟找到再说。 这里也没有,这里也没有,这里也没有,这里有木有帮我看一下。 要是你们看到了就在评论区告诉我,我会做更多好看的视频给大家看的。 这里有木有? 好像没有 会不会藏在砖头这里? 完了,找遍了都没找到。 把东西拿下来看看,找不到不放弃,继续坚持不懈。 这没有 这,这,这,你居然躲在这里,卡在这里了,动不了了吧,看你还调皮布。 看它身上都干巴巴的了,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来的,可能也有几天时间了,龟壳都起皮了。 下次别乱跑了哦,不是一般的难找。 还有一只跑哪去了呢,来到这边找找。 这里没有,它们俩是不是一起越狱的,怎么没走在一起呢? 这个石头堆这里也没有。 最后还剩两盆菜这里了,再没有就真找不到了,这边也没有。 算了,不找了,有可能是从这个管道跑了。 先把洞口封着先,以免其他的小动物从这跑了。 我太难了。